大家好 我是Rita 和大家分享泰国近日的新闻 请大家给个赞 支持一下 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今天是2023年10月18日 看看今天的泰国新闻的标题 泰国巴提亚变性人 偶打中国男游客 辱骂警察被捕 原来那些变性人都很多这些东西 泰南库柬埔寨 为中国电炸团伙 打工被捕 自爆月身高达500万 原来这么高 泰国总理赛塔与小卫及阿里巴巴集团 举行会谈 泰国总理赛塔与中国中信中车平安集团 会谈谋合作 泰国就业厅为归国劳工 准备6万个岗位 这个就是关于 在以色列回去泰国的一些劳工 我们再看看里面有什么详细的新闻 10年内第一次与余家人出国度假 巴育与余家人前往日本 这个巴育总统 原来在他在任期间10年都没有真正放假 和余家人去度假 现在终于可以出去玩 散心了 14岁 恶魔枪手 精神评估出录 泰国医生称他心理没有异常 咦? 这个时候会再和大家详细再讲一讲 先看这个头条 泰国巴提亚变成日 尤打中国男游客 辱马警察被捕 在10月17日 凌晨大概2点半钟左右 在泰国巴提亚警方接到当地某一间酒店员工的报案 就说有一群变性人 一个25岁的中国籍男游客发生争执 然后警方立即去到现场调查 警方调查的时候 双方仍然在争执着 而且变性人 正对中国籍男子进行身体攻击 直至左边的额头有受伤 流血不止 警方立即介入制止 谁知还被变性人辱马 就说他是一只狗 是一只被人用的狗 接着还将警察的衣服扯爛 之后被警方制服 就带回警局拘留调查 一名中国男子透露 他说这个变性人之前来搭散 然后跟他回酒店喝酒 之后又说要走 谁知就问他拿钱 就说这些是要赔酒的钱 但他觉得不是他主动邀请的 而是这个变性人主动要求 所以他就无给这个钱 以及将他赶出去房 令到这个变性人很不满 然后谁知找了一群他的姊妹 便到酒店 通过档塔 speech叫他下来 谁知一过来便嘔吐和受伤 幸好酒店的人便立刻报警 然后就通过警局 来把调查 警司在调查期间 一个变性人还弱骂警察 巴提瓦的警察就是这样的了,就认钱 然后就走去和中国男子了解情况 就问他们是不是商量要付多少钱 之后警察就对这个主谋,就是这个变色人 还有他有两名的同伴 指控他们,襲击等等的罪名 但原来中国的游客都罚了一千泰珠 你又是参与质集合 大家去泰国的时候就要小心 可能有些女性或者同性也好 走过来和你喝酒,你都可能问清楚 是不是需要付费 自己不是想他一起去喝酒 可能现在要请他喝东西,请他吃东西 然后反过来还要问你拿钱 这个也挺离谱 不怪之前,昨天那段新闻就说 去掃某一些旗街 之后就说拘捕了14个 可能这些事件也不是发生过一次 第二单新闻 泰南附近埔制为中国电炸团火打工被捕 自爆月身高达500万 这个就是泰国曼谷大都会警局第六分局局局长 立卡林大令下属警员 在曼谷炸都炸区摩奇站被捕了一名二十岁的男子 财亚男 他的罪名是冒充他人实施诈骗 参与跨境犯罪组织 偽造虚假数据及合谋洗钱等罪名 据了解今次业的逮捕行动 就是由2022年底开始 财亚男受朋友邀请去柬埔寨波贝 他从事电纯债骗工作 在柬埔寨人带领下 用了3500泰珠通过了自然的通道入境 在诈骗之前 他就要训练 然后练习如何写剧本 然后熟织各样的诈骗方式 然后熟练开始打电话 大概要打10个电话 月薪3万泰珠 还可以在受骗者取得3%的佣金 他透露了最高纪录的那一个月 赚了500万泰珠 哇 3%的佣金 然后拿到500万泰珠 就是骗了多少 1亿5000万 好夸张 哇 真的很多 如果可以拿到500万 那名男子招供的时候 就说 诈骗的第一步 首先会通过一些广告 投放 而可以获取到一些受害者讯息 所以大家也要小心一些广告 或者游戏 可能这样就已经达到你的资料了 然后 拿了他们的一些个人的讯息 就会冒充一些跨境物流工作人员 打给市主 然后就进行诈骗 第二步 就会转线去一些艺装警察的同伴 接到报案 透露了受害者的个人讯息 和银行帐户的讯息 第三 就会去到更高级别的工作人员 就去客户那些受害者 之后受害人就会转账 否则这个帐户就会被冻结 以及要坐牢 此外 这个男子还透露 在这个电相债骗集团工作了一年多了 老板就是一名中国的男子 就负责管理所有的员工 现在这名男子 已经被带回警局了 之后就会依法进行起诉 哇 即是泰国这些都 原来不止中国人去 泰国人都有 但他们似是很自愿去参加 因为都真的找到钱 抗大合作 泰国总理 赛塔与小米 及阿里巴巴集团进行会谈 根据泰国政府传媒报导 10月17日 泰国总理在北京与中国多家大企业集团 代表进行会谈 有中国的中信集团 中车集团 平安集团 之后又和小米集团的副总裁 首席财务官CFO林世伟聚行会谈 据了解 小米在2018年在泰国开展业务 一直到现在 泰国成为小米在该地区的总部 在各国领域参与都很支持泰国 对此 赛塔与小米希望是因为扩大在泰国的投资和贸易 在各方面都会全力支持 同时会见到阿里国际数字商业集团 董事兼首席执行官奖法 首先多谢阿里方面再云服务的投资和信任 希望可以加大力支持发展泰国数字产业 此外阿里正与泰国国家旅游局合作 通过其正进行发展的出行平台 产品由客安全措施的助力 和通过在线系统 并提供中国驾驶载态使用 预计将成为推动旅游业发展的另一个方式 被中国人在泰国驾驶车 这个我觉得有点危险 不知为什么看到 泰国你看看 连总理 对他们巴结这么多大型集团 希望他们在泰国的投资继续扩大 但相信他们也是会的 因为中国在这几年在泰国投资了很多 而且他们都像姐妹国那样 因为中国人都会看看这个国家的形势 即是他们说可能在美国 或者在一些中国不友好的国家 他们就不会考虑 所以他们都会谈到 在泰国去做一些总部和投资 总理会见到中国中信集团 对第五个工业领域进行投资 BCG生物循环绿色经济 农业、食品、医疗、清洁能源、汽车产业 尤其是电动汽车、电子产业 就是上游和智能电子、数字和创新的产业 中信集团在泰国的PPP项目投资 就表现出有这个意愿 希望扩大和泰国和其他多个领域的合作 同时在中车集团 CRRC董事长孙永才 就说在泰国投资方面 一直感谢政府帮助 总理也藉着这个机会表明 双方想继续合作的一个议员 尤其是政府很重视的BCG经济、再生能源、电动车等交通领域 赛塔亦和中国平安集团总经理、联席首席执行官、平安银行董事长 赛永林举行这个会谈 平安集团和泰国政府在绿色投资方面是一致的 今次也希望可以带来更多的投资 尤其擅长的医疗保健和金融领域方面 平安集团也会有意向考虑 将泰国成为首个拓展外国保险业务的国家 这个我觉得也很正面 而且总理也很努力去找一些不同合作的单位 虽然是中国,我看到他一天里可以找到这么多个公司和他谈 今次也是非常进取 说一下泰国就业归国的勞工准备6万个的纲位 因为现在陆陆续续有一帮勞工在以色列回泰国 现在政府会补贴每一位有15000泰铢 同时也会帮他们找工作 这些补偿就会三天内就可以得到 去找工作就准备了很多不同的地区 除了泰国之外 还有韩国的工作职位 好像台湾的建筑寒业 葡萄牙的农业 希臘的农业 韩国的畜牧业 农业等等 如果他们都想出去工作的话 还可以豁免他们进行韩语能力测验 但如果他们不想出去工作 国家也都为他们准备了 63,896个工作的纲位 包括一些包装 一些销售 办公室 司机 或者仓库工作人员等等 希望可以帮到他们就业 这个真的很好 我觉得泰国这次整个的配套 就是如何去登记 给他们回泰国 接他们回来 还帮他们找工作 又有一些过渡期的补偿 真的做得很好 我觉得真的要赞多 接着说说巴欲 10年来第一次和家人出国度假 现在他在日本 所以祝他家旗愉快 在这次宣布退出政坛的第一次出国 其实他都很尽心尽力 只是不太拯救到泰国的经济 所以就被很多人去罵 始终都是军人出身 就不是一些经济学家 他对这方面就会差一点 但我觉得他做得最好的 就可以均定到整个泰国的局势 不再有一些内乱 其实这个也是要赞他和欣赏的 14岁的枪手就精神评会出道 泰国的医生就说他心理无异常 在10月3日的泰国曼谷 射引Paraigon的枪击案 导致三人不幸遇难 年仅14岁的枪手 在事发之后被拘留 10月6日被转移到曼谷的即时病院 接受精神状况的全面评估 根据心理医生的专业评估结果 发现这位14岁的枪手精神没问题 因此根据相关的程序 少管所重新接管了一名未成年的枪手 其实这宗案最震惊的 就一定是一个14岁的枪手 之前可能大家都以为 是警方抵达了枪击案延长 然后慢慢找到枪手被包围 然后捉了他 但其实不是的 因为这个枪手 就是自己打电话去报警 我们讲一讲案发当日 他在大概下午4点10分 在厕所开始开枪 第一个射杀一个缅甸籍的清洁女工 然后出了一个洗手间之后 见人就射 还要针对一些成年的女子 警方曾经表示 枪手的行动动机 就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 被骂 所以在商场里面 专门找一些成年的女性 宣洩对母亲的愤怒 在行空的过程里面 其实他也很羞恿懒直 也挺可怕的 甚至在中间一路走到累了 就找个地方 然后就拿了手提电话 去看这个Twister 找到Twister 关于《适应Paragon枪手》 这一类的新闻 他还点个赞 到下午4点46分 警方就收到一个神秘的来电 那里就说 你知不知道 《适应Paragon有枪击案》 警方就说 他正在处理这一件事 谁知那边就说 我儿子的枪手 警方就大吃一惊 然后就立刻 跟谈判专家和枪手去谈 面对警方的提问 枪手都很冷静一日回答 到问到他的位置的时候 少年就说 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但他就看到 他现在身处的地方 有很多梳化 警方听完之后 就估计他现在在一个家具店里面 然后就派一些最近的警员去到他的位置 电话一边说的时候 枪手就向警方炸叫 他指着自己的头 要自杀 又问警方 他的爸爸 爸爸现在在哪里 他看到新闻之后有什么反应 有没有说什么 当警方告诉他 自己可能会坐牢的时候 他就哭了 他就说 我14岁了 我会不会坐牢的 去到下午5点钟 警员就在家具店里 就发现了枪手 然后命令他扔一枝枪 双手抱头跪下 一开始的时候 枪手还犹豫一阵 直到玻璃窗内的警察 都拿着枪指着他的时候 他才投降 所以就不是警方制服的兇手 是枪手自己 自己是向警方投降 这一份冷静和心思 还有为何他要杀人舌粉 又没有忘记要保住自己的性命 他也很聪明 少年枪手 其实就没有哪里可以值得原谅 因为看到他在整个状态 体力都完全清醒 冷静 一早已经有预谋 经过世襪去思考 才开始自己的屠杀 关于枪手的父母 其实都很复杂 因为在这场屠杀里 其实他们是否需要负上责任呢 以及这些罪子 要通过什么方式去偿还呢 究竟他们可否被宽恕呢 在10月7日 在枪击案的缅甸女死者的母亲 就来参加他女的桑礼 本身就是没有办法面对这件事的枪手的父母 就在日中于浓眠 就当着传媒的面前 这位泰国知名大学的教授 就跪在这个缅甸的老夫人面前在那里哭 声论区下 就求这个遇害者的妈妈原谅 就拿了一个很厚的信封 就说補偿 这位缅甸的妈妈拒绝接受这一笔钱 就把手放在枪手爸爸的肩膀上对赶 他说他的女儿就给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值钱 就不可以用这些去交换 他就说我没有恨过你 我只是想帮女儿讨回一个公道 你有这个邪恶的儿子 我觉得你比我更加惨 同样身为父母我会可怜你 那这个算不算是宽恕呢 那就不当场收下这个钱 也真的不代表宽恕的 因为泰国的法例就是 如果亲属接受了这个谋杀者的家人 或者那个谋杀者本身的一些赔偿 或者道歉的话 就可以减刑 那就是将心比心 除了订母的妈妈这么奇怪之外 其实没有什么人可以当场收到这些钱 虽然听上去好像饶恕他 但是口口声声说 这个爸爸养到儿子成为魔鬼 这些字字字诛心 比起打自己一巴 如果是爸爸听到 这个死者的雇主和妈妈 依旧都要起诉枪手的父母 很多人都问了 除了这一位死者之外 中国那个死者 就是一对女孩的妈妈 他更残忍 看着妈妈死于非命 但这个大家都可以放心 因为在中国驻泰国使馆 泰国警方 还有很多泰国国家的华人同胞帮助之下 这个越南者的同胞的口事 就仍在处理中 而且因为小朋友太小了 都不希望他们受到媒体 或者外界的打扰 所以就不会放他们一些消息 让他们安安静静 陪妈妈回中国 就远离外界争扰 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 先说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任何东西想发表 都可以留言和我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